怎麼台灣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 有政治現金法好歹也20年了 怎麼台灣的政治現金到現在 還說不清楚講不明白 還是黑幕重重 其實這是讓我真的覺得難過的地方 一直到現在 這個給錢的事情 都全部都是超乎行情 當然這到底有沒有證據 這是需要證據的 包括今天更具體的 包括我們的這個同業陳敏鳳 他都直接把那個2007年 那十幾個企業家 電子業的企業家集資兩億元 裡頭的相關狀況都更近一步的 巨細迷移的點出來了嘛 連那個要幫大家出錢 要大家等於是出錢來捐兩億的 那個召集人名字都出來了嘛 對 都呼之欲出了嘛對不對 看起來整個2007年 那個兩億元的事情 是整個事件真相是慢慢浮現出來的 這個兩億元就已經足政馬英九 這個他的選舉已經違反了政治獻金法 那如果這兩億元的背後還有對價關係 那馬先生你就是準備在陳水扁之後 進入台北看守所 而且別忘了喔 你再看 這兩億元 事實上有沒有進一步的這個動作 大家別忘了 馬英九曾經公開講啊 不就第一任不配當總統啊 對不對 難怪馬英九你就現在 你這總統做六年 人家已經看衰你了 對不對 你自己講的這個話 第一任就了沒 沒有嘛 是不是 但是不配就是不就敵人不配當總統 這話是你講的 那為什麼你會講這個話 是不是那個兩億元發揮了作用 這就是有貪污囉 這就是有對價囉 所以我必須講 馬先生你出來面對啦 有時候人覺得你現在 他現在躲起來 他對於政治行情相關的話題 他完全不回應 為什麼 他吃定了你們這些人 常心以來我們跑政治新聞啊 我們知道有人跟我講說 我給誰錢 真的都講了 問題是當你真的要追究的時候 你怎麼給 你有沒有單據 我告訴你 這些人就不會再講了 所以要真的去找到 非常具體的證據不容易 但是政壇裡頭 肥短流長非常的多 那這些狀況 如果要追究起來 這背後有很多狗屁倒召 甚至是貪污事件 其實就在我們周邊發聲 所以我必須講 馬先生他現在就採取的那種 量你找不到證據 我就乾脆什麼都不回應 什麼都不回答 你們就把我當成死狗一樣 反正你愛怎麼提怎麼答 我一句話都不坑 用這種方式 讓這個議題 好像你們扯久了 沒有新東西 自然而然只有議題就下降了 馬先生你錯了 現在看起來 單單這個2007年的 兩億的政治現金 現在看起來 是具體而為 甚至包括今天還有 這個東豪 他都講了 那兩億元聽說 是裝在車廂後面 汽車的後車廂 兩億元現金送過去了 所以我就講 馬先生你不要以為你躲得過 你不要以為你什麼都不講 這個事件自然而然 就大事化小事化無 馬先生你躲不過的 利勇講這個很錯 我們等一下好好追一下 老大補充是 首先這一次的選舉 其實這一次本來叫七合一 叫九合一 我在去年三月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我覺得你要注意這次選舉 會整個會 會完全跟過去不同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 他正合一個市長 他要準備三億是有可能的 我們假設 我今天台北市 你不要忘了 這是一個連戰策略 跟連戰沒關係 那是連環作戰嘛 所以我今天假如我要選市長 我六十個議員 最後要動員的時候 我一人給三百 就一億八 不只市長 然後我六百個里長 我一人給二十萬 就一一二 就是三億 所以他會有一筆 最後要動的這個錢 絕對會有 所以這個時候呢 那找分散的 容易化傳出去 會不會找一個人 那當然這個人 還要考慮的情況 第一個 他過去的投資要保住 而且對新的市場講很好啊 因為他是前面通過的嘛 我後面維持 我就沒有法律責任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把他否定了 他的利潤就沒有了嘛 所以他可能有這個 還有一個 我給了假 我再給乙 就是抵消我假的那個錢嘛 我不能讓你有打仗 要糧草嘛 所以我可能給了假 我就不給乙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台灣太多財商 很喜歡在大陸邀功 就是我在台灣 我浮選到什麼人 浮選到什麼人 我在台灣是有影響力的 那這個呢 也是一個無形的資產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都是我們的推論 我們還是要真正拿出一個 拿出證據來 我們才能下定論 大謙 最重要的是 關鍵就是真相 對不對 柯文哲老師講話已經講一半了 他已經知道那個人是誰 對不對 所以記者一定會再去問他 另外一個真相可能出來就是 連勝文到底有沒有說這三億 他到時候是要順報的 到時候這也是一個真相 另外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郭台銘已經有人點名了對不對 柯建銘有人點名了 我們知道關鍵是什麼 當事人要交代清楚的同時 這不能再一來一去啊 台灣利用這個機會 把政商關係 不能再這樣曖昧下去了 是你們犧牲人民的權利 這個我們去追到底 所以我想 首先我要在這邊公開呼籲 北檢的檢察長 楊志瑜檢察長 或者是最高檢 我們的檢察總長 嚴大和總長 這兩個單位 不管是特徵組或者是北檢 就應該要分案調查了嗎 因為昨天柯文哲市長已經講了 今天這麼多個媒體人 把該點的名字通通都點完了 我覺得不管有沒有 地檢署本來就有分案調查的權利 他就算是簡報 他就說看到媒體的報導 他都不可能裝容作啞 也不應該裝容作啞 我覺得這個時候 大家講來講去 不能夠證明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只有司法明確的介入 就請柯文哲 就請柯建民 就請今天大家都提供了這麼多的訊息 大家都去這個特徵組或者是地檢署 把所知道的訊息都提供出來 我們就一次把它查得清清楚楚 我覺得只有如此 我們才能夠真相大白 那麼第二個就是講一下題外話 剛才我跟齊邁看到這個新聞 我們就在想 其實這個大企業家還真的滿另類的 他有幾個特別另類的 讓我們覺得很奇異的特質 第一個他的手筆真的大到超乎 我們所見過的任何的行情 所以今天你想說捐一個市長要捐到3億 我剛剛跟齊邁講說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認識這種朋友呢 這到底是誰 我真的也很想知道到底是誰 一個市長他可以捐到3億 這個手筆跟 這個手筆真的很大 當然也許是我們太小咖了 你爸爸沒有帶他去見習大大呀 然後第二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我說他的行為很奇特 通常你捐了錢 很少捐了錢還會大蠟蠟的告訴別人 而且還不是告訴普通人 很多我遇到很多大蠟蠟告訴別人 我要講的是說 還不是告訴別人 就你周圍的朋友就算了 是告訴對手啊 就今天如果是我捐了錢 我捐給了假 我告訴你說 我覺得給了假多少錢 難道你不會想到 有天可能會出賣你嗎 他可能會去檢舉假 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你是告訴了你捐3億的那個競選對手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隨時都可能會變成 一個選舉的大炸彈的 今天柯P坦白講 還算有點道義了 他如果選前點到這件事情呢 那他的對手就不要選了嘛 拿了3億 這3億去了哪裡 這馬上就變成一個政治事件 所以我說我還蠻訝異說 如果我看到一個企業家 你捐給了某一位政治人物 這麼大一筆錢 然後你居然去跟他的對手講 說我捐了他很多錢 所以抱歉我不能捐給你了 坦白講這個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那麼第三我要講的是說 剛才李老大講 企業家通常不會得罪人的 因為企業家再怎麼樣都是壓寶 就是可能當選的人 我捐一點多捐一點 不能當選我少捐一點 那就算我不捐 我也會找一個理由 但是我很少聽到有企業家說 我不但不捐 我還告訴你說 抱歉對不起 我已經站在那一邊了 所以我絕對不會站在你這邊的 而且連站在那邊 花了多少錢都講了 所以我說實話 這樣的一個企業家 還真的蠻奇特的 我們也很希望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人 就把他查出來到底是誰 我們也很想知道 這個人到底是誰 其實現在大家在看 因為從柯文哲嘴巴講出來 所以現在一旦問柯文哲同時 大家要看 連聖文到底裡面收這個錢 他的政商關係 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是相對的 剛剛佑琦特別給他看的是什麼 你會發現柯文哲上來以後 他跟這些大財產的關係 是完全不一樣的 柯市長正在 形塑一個新的政商關係 這個政商關係 是超乎我跟順大謙的一個理解 因為郭董市長 因為企業一般不得罪人 但是郭董市長在這些選舉是選邊站 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百名全部都支持國民黨 對 這個是非常明顯 像雲林獻選到最後 還有說什麼支持誰誰 就是支持什麼什麼 郭台銘什麼的 就郭董市長去幫國民黨候選人再來 所以這是百名 郭董這次是選邊站是非常明顯 所以他也許獲出去了也不一定 他得罪人不得罪人 這個也許在這次的郭董市長 我們看不到這種 他這種企業過去一個常規 那孫大謙的講法證明了一點點 就是說孫大謙假如有收受政治現金 那這些政治現金捐錢的老闆 是對孫大謙是沒有期待的 所以就是說孫大謙不錯 所以就捐給孫大謙 但是另外一種企業捐款 這個是有期待的 這種捐款的方式下手就不一樣了 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簡單的算數 日勝生 假如柯文哲當市長的話 要向日勝生求償76億 那你日勝生老闆 你會不會打算盤 捐3億換76億划不划算 划算了 對不對 郭董市長 這外界傳聞 我不見得是郭董市長 我也不清楚 郭董市長的弟弟郭台強 他有一個計劃 是叫做中癮文創專區整體開發計劃 這一塊就是中癮那塊土地 當時是國民黨馬英九當主席的時候 買了19億 一瓶20萬 8800瓶的土地 現在的市值 在三年前的市值 大概300億左右 假如開發成旅館 觀光區住宅等等 就有300億的價值 好 300億的開發利益 跟假如捐個3億 我覺得這划算了 企業界打算盤 當然是打得很準 對不對 企業界捐款 會不會說 你這個案子幫我處理 我給你3億 不會吧 所以選舉當然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所以我說 假如說企業界 真的是對於說 他的商業利益 或者是一些 他本身的公司開發的一個利益 他有所圖的時候 他的捐款方式 跟捐給無所圖的 當然是不一樣 所以我從這邊來看 我覺得坦白講 柯市長在行錯一個新的政商關係 他今天假如說 他拿了日勝生 不要說多少錢 拿了20萬我看他日勝生 這個柯醫師大概一輩子 也沒有看過說 中央一百萬兩百萬捐那麼多錢的 他絕對不敢像日勝生開刀 那趙騰雄趙董事長也一樣 蔡明忠也一樣 我相信這些人 柯市長 一定是在政治獻金法規範的話裡面 也許有收 那也許可能都沒收 所以人家在講 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台北市為什麼這一次的 連勝委會落選的 原因是大家厭惡這種 所謂的權貴 特權 這幾年這種盤根錯節的政商關係 選民投給柯市長的期待就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柯市長應該講清楚 你那個人是誰 是不是郭台銘講清楚 那個人是我們本黨的總召說 本來要求見的是不是他 我覺得這個話我坦白講 我也認為說要講清楚 對不對 那郭董事長也要講清楚 你到底 你說捐給這個連勝文三億 坦白講 我還真的是覺得這個手筆真的是很大 我真的是嚇一跳 有沒有可能捐給國民黨三億 所有的先制長這樣包起來 我真的不相信說連勝文 沒有拿郭台銘的政治獻金 郭台銘的政治獻金 我真的不相信 你打死我都不相信 我覺得一定會給 所以這要申報嘛 對不對 因為郭台銘他支持 支持國民黨的候選天經地義 那你說企業那麼大 都不捐一毛錢 果然台灣人沒有人相信 只是說捐了多少錢 對 你到底捐了多少 這個連勝文今天有否認說 沒有啊 沒有三億 那到底多少 你告訴我到底多少 是不是 那你真的連一毛錢 郭台銘的政治獻金都沒有拿 我真的不相信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柯市長這個是一個新型態的政商關係 我覺得他像他募款募到一半就停止 這個也很好啊 這個我們也前所未見啊 對不對 然後怎麼你錢留下來以後 繼續服務出用啊 或者是捐給公益團體也不錯啊 對不對 把它停掉 而且是贏得很多的掌聲 所以選前到最後 柯市長宣布說 他不再收受政治獻金 我覺得他是為他吹了很多票出來 所以我覺得對於處理這些 包括過去這些盤根錯節這個部分 我覺得大家都期待柯市長怎麼做 我也希望說柯市長真的交出一張成績單 否則你講了三億 然後後續就沒 我覺得這樣選民大概很難接受 不過鍾信兄 其實這個柯文哲他的質疑沒有錯 假設真的有這筆三億元的話 那你收了以後 你當選了你要怎麼去回報 企業家一個比一個金啊 他先給你這筆錢 他當然會要求加倍奉還 所以我們不但要追這個三億 而且有一個企業家 如果真的捐了三億的話 那是不是有其他企業家 也同樣的 也許不是幾億啊 也許是幾千萬幾百萬 這個都應該要查的 但是又回到我們以前曾經討論過的 那他捐給台北市長都 假設都三億的話 那捐給總統呢 那他有沒有可能不捐給總統呢 那如果他會捐給總統 總統收了 那會不會有更多企業家 也捐給總統呢 可是問題是我們找不到破口 如果兩邊都否認 像馬總統跟鼎欣都否認 那我們怎麼查呢 我要公開說 柚奇小姐 既美麗又聰明 問題問對答案一定就會出來 去年春節以後的開春 我就在這個節目預告 2月17號會有聯席會 聯戰跟習近平的聯席會 這一點立宏兄可以證明 當晚有家宴 2月17號當天 郭董 郭董啊 對不起 長得這樣 2月17號當天啊 郭台北董市長 在聯席會的會上 全世界第一個聽 林勝文參選台北市長 各位把這個 把他連結起來吧 還需要多做解釋嗎 柯文哲市長 你的最高尚任務就是 拆解政商共犯結構 你是無黨籍的喔 你是沒有政黨抱負的喔 回到主持人問題喔 我每天早上起來都會質問 我為什麼從事政治評論的工作 英文叫commentator 中文翻作時事評論員 我最敬仰一位叫做 他本來是哈佛大學哲學教授 他後來成為專欄作家 轉述40年 成為美國言論標竿 他說他的人生最有名就是 媒體工作者的最高尚任務 是說出真話 查究真相 使魔鬼無所遁形 正如歌德在福士德的比喻 政治人物會從事 服事得事的交易 把靈魂出賣了 換取金錢 政治或任何利益 我們媒體就是要 讓他們獻出原信 正跟商議欄 我同意也承認 有時候 我沒有公權力 我沒有這個調查權 我們只能提出合理懷疑 但是公權力主要是指 檢調單位 你要超越合理懷疑 查究 實質正確定 即使如此 我們在做論述 一定要有所本 有所根據 人證 物證 有時候到調查權組 不願意回答是 應該要保護消息來源 不願洩漏正能而已 我今天等於第一次回應 周玉寇女士昨天的連續的 複照 他多次點我名字 從八點到十二點 我沒有算幾次 我回到現場 一年前在跪節目 我曾經說 我得到核心消息 有一筆新台幣六億 從國民黨付出去了 不知所蹤 我把周女士問題回答 我公開呼籲 請國民黨榮譽主席 吳伯雄 來回答周女士 請教伯公 你知情嗎 你知道這件 有六億新台幣會出嗎 我建議周女士 不妨未來邀請伯公 上你廣播節目 我認為伯公不會受訪 當然更重要的是 回答主持人問題 五 直指問題 請教馬總統 一 馬總統 請問有沒有收取 法律規範以外的現金 第二 原來把這些錢 我提出質疑而已 有或沒有 你要回答 匯款到海外 就是所謂的洗錢 請馬總統直接回答我 總統我發言人 國民黨發言人都不算 你們不要賠賬 因為你們不知情 我知情 當2004年11月整整10年前 我第一次揭露陳水扁家人 在美國的海外祕賬 除了我太太以外 沒有人相信我的 今天有一位在場子 叫李建南兄 在這整個過程 他至少不恨之情的 至少可以證明 我是有所本的 我是指海外祕賬案 我第七度 對鼎心 魏家的老大 老大是最終決策者 老二是在台穿梭者 喊話你們兩位很重要 一 請考慮 進行認罪協商 公出實情 換取你們魏家老三的 減刑 緩刑或緩起訴 當然自有檢調決定 端式內容而定 第二 我今天是指名道姓的 羅豐印律師 羅 視為羅豐豐富的翁印 趙匡印 宋代皇帝 趙匡印 宋太子 羅豐印律師 我要說這個 請大家自己上網 Google 有這個人 他是中部名律師 羅律師你知情 而且你應該提供專業意見 給鼎心偉家 第三 鼎心偉家 兄弟們 在間外三位 你們有委屈 有引擎 有困境 請透過你們所知道的中間人 來找我 我一起跟你們解決問題 應該保病我就保密 講結論 很多人會了解說 馬英有總統都不回應耶 我說很簡單啊 一 他心裡是恐懼跟害怕的 因為他不斷的閃躲問題 至少到今天一個月 從來沒有回答正面回答問題 第二 馬總統是失眠的 半夜驚醒的 各位從他每天的眼袋看出來 早上看他眼袋 那是嚴重的睡眠不足 怎麼描述馬總統的心情呢 猶太人的經典叫做約伯記 他裡面啊 對人性有最深層的描述跟探討 對領導者的心態 有最深刻而且一語道破的一種描繪 我就把這個送給馬總統 如果你是這個狀態的話 請回答我對你的兩個問題 做結論 這是非常優美的猶太詩篇 但是我把它翻成中文 領導者的心理狀態 他使居高位的人蒙羞 使有權勢者失掉權力 他使人民的領袖余佐 讓他們彷徨不知所措 他們像喝醉了酒的人 在黑暗房間東倒西歪 他當然是指聲明 苍天在上舉頭三尺有聲明 馬總統 你是不是像喝醉了酒的人 在黑暗房間東倒西歪呢 如果魏家兄弟率先認罪協商 馬總統 而你的夫人跟你的兩位子女 我也建議你考慮認罪協商